學空手的耳機 Animation Anime 動畫 Comics 漫畫 漫畫 Game Game 電玩 Novel 小説 小説 動漫 我要聽 諾威 我跟你說 我想要學空手道或者是柔道之類的 蛤? 怎麼突然想要學啊? 嗯...因為我最近看了一部漫畫叫《幾道甜心女豬教》超可愛的 但是因為它還有點小所以有點弱 所以我想說啊如果學成哪天不怕畫蛋就可以馬上給它全啦 嗯...你那無厘頭的幻想模式是又開啟了嗎? 唉...我看你還是乖乖的跟著我鼓掌叫好迎接鎮坐在你旁邊的漫畫作者吧 我怕老師快看不下去了 趕快來歡迎陳翰玲老師 謝謝 歡迎你陳翰玲老師 大家好我是陳翰玲 嗯...這個今天我們這個訪談的這個熱炒九九達人上菜 我們的標題是 多才多藝連漫畫都釋放著超能力之尖端國人少女漫畫家陳翰玲老師 好長喔 但是確實啊 這中間把這個陳翰玲老師她所有的這個創作的重點 通通都已經披露出來了 對...好那我先來 在歡樂之前先來問一點辛酸的好了 好啊 對...就哈妮老師我請教喔 在成為一個專職的漫畫家之前 你要經過一些哪一些很辛苦的路程 嗯...其實我從小就辛苦灌臉 因為其實我從國小啊就班上很多那種就做活動啊 整排的人要做話劇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是那種會熬夜 然後通宵不睡覺然後做道具 然後最後大包小包提到學校的人 嗯...然後那像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在 你是從小就對於這個漫畫創作有興趣嗎 其實對很多創作我都還蠻有興趣的 我特別喜歡針對人 很喜歡人這個主題 嗯...然後從小就很喜歡畫人 然後一直到看到漫畫的時候我才知道 哇...這就是我夢寐就想要美麗人兒啊 嗯...老師的第一部漫畫是什麼啊 哎呀...其實是國中的時候就自己拿那個A4紙啊 折疊然後自己畫基本叫情夢 情夢...晴天的情還是愛情啊 愛情的情還是愛情的情 那本看過的人像應該被我滅口啊 已經不再人數了是吧 好...那我想就從你那麼青澀的創作經驗 一直到你真正的第一本就是說商業出版的漫畫 這中間的過程 然後你看到你第一本真的成熟的作品出現 你的感覺是什麼樣 嗯...其實我很害怕欸 我害怕?為什麼會害怕? 就是從一個你覺得是夢想 就是哇塞...這超棒的夢想 嗯...然後到你說... 然後到你說... 拿到你就說欸...我真的畫出了一個這個東西了 有一種很害怕的是 我害怕去玷污了這個夢想 就是覺得說我還...我這樣OK嗎?我這樣夠嗎? 嗯...然後所以其實害怕感覺壓過 那個開心的感覺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就會想說下一本我要怎麼樣才會更好 嗯... 就已經完全沉浸在這個驚恐的自我感覺不良好的狀態裡 嗯...可是勇哥你知道嗎? 其實在漢林老師出來之前他現在畫少女漫畫 但他其實之前有在別家的出版社 然後有做那個男生的漫畫 喔真的喔?少年漫畫 少年漫畫 嗯...一開始是投稿 其實我小時候最喜歡看的是右擺書 喔...OK... 其實啟蒙我是美少女戰士跟右擺書兩個人 然後他們結婚的時候我好開心 哈哈哈... 實際婚禮 後面就不說了 對... 那從一開始這種比較少年漫畫的取向 為什麼會轉變到現在這麼樣的夢幻少女呢? 嗯...那時候就是有人 有朋友介紹我去間斷那個... 就是接觸了 介紹我那個人呢 他也是一個漫畫家 他明明是個男的 可是他卻在畫少女漫畫 喔... 然後不服輸的我呢 就覺得說 我好歹也是個女人 我應該比你會畫吧 對... 就一腳踏進了少女漫畫的世界 但回頭想想就是太天真了 嗯... 但是天真的好啊 非常的天真 對... 而且老師其實的作品 就是像前面的《戀愛趴子趴子》 還有《晴天娃娃》啊 裡面的女主角都有超能力 所以老師... 老師特別偏好這一類的主題類型嗎? 還是你小時候真的被電過? 其實我小時候的夢想是 撿到鏡河當月光線紫 喔... 這應該是每個女生的夢想嗎? 真的... 就是想要畫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 因為你知道就是那時候剛接觸間斷的時候 我還是大學生嘛 你知道死大學生就是沒有什麼人生經驗 也沒有什麼戀愛經驗 戀愛人家就很別角這樣 所以我想說以其去賣弄自己別角 愛情今天還不如就來點特別的東西吧 然後就畫一些超能力的東西 因為老師的思想都異於承認 不會啊 我覺得這樣蠻好的 這樣也很異於承認嗎? 對啊 沒有 其實我看上去以為是很正常 沒想到就是碰了一下 然後居然頭髮就燙卷了啊 對啊 讚 可以節省很多設計費 其實喜歡的人會燙得很漂亮 然後討厭的人就會變成... 對 超好笑的 那真的影響我作畫的 其實順便消息戰士比較多 就是以前... 屋內老師 對對對 可是我看的是卡通版 就是小時候 以前就是小時候 呃...三... 禮拜三 禮拜三下午五點 好輕鬆喔 都那麼久了 一定要注意看 然後看到那個前面是李彥秋 然後那個沒日一字嘛 對對對 結果每日一字就啊 要開始了要開始了 然後好興奮 然後萬一不想... 因為小時候會睡午覺 不然睡過頭就會... 就會很大哭 喔 沒看到 嗯 好 那我們聊到這裡 先休息一下欣賞一首歌曲 好 那就既然講到美聰女戰士 就來聽一下最後一季的主題曲 Saila Starts Song 嗯 在歌曲還有廣告過後 再繼續我們對於 陳漢玲老師的訪談 歡迎繼續回到 動漫我要聽的節目現場 現在進行的單元是 熱炒九九達人上菜 今天邀請到的是國人少女漫畫家 陳漢玲老師 接受我們的言行逼供 接下來呢 我就要問一個非常犀利的問題 因為我們看其實漢玲老師 她自己本身是一位美少女 嗯 對 不要害羞啦 今天也很可愛 真的 真的非常可愛 那為什麼你這本人那麼可愛 你卻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章魚呢 對 那你自己那種卡通版的 你為什麼會用這樣的形象 巫蘇啦 因為我就是很貪心啊 就是很喜歡不管是畫畫啊 做衣服啊 做公仔啊 包裝設計啊 做金工啊 皮革啊 就是有很多人都想做的事情 但我只有兩隻手 哦 所以我想要好多好多手 哦 原來是這樣的 有八隻手 什麼都可以同時間一起進行 因為我怎麼想都想不通欸 對啊 你看真的是 我還以為老師喜歡吃章魚小丸 還是章魚燒 那老師我想要就是focus在你的作品上面 就是你在畫這些作品上面啊 會有一些分鏡啊 劇情啊 那通常這些的流程製作大概是怎麼一個 一個方式 嗯 大概就是我一我一先 我的分鏡其實是 其實就是草稿 因為其實我畫那種圈圈人跟正常人 速度其實差不多 因為你都想很久 欸 就是分鏡的那個小圈圈人 啊 但我很不喜歡畫圈圈人 所以我都會直接畫成A4 A4的那個草稿 然後把它影印放大成B4之後 在那個網稿紙上描線 描完線之後再掃到電腦裡面去貼網這樣 哦 所以網點是在電腦上面貼 對對對 就我們會買網點回來 就是請字本廠幫我們掃 掃可以用的那個解析度這樣 哦 哦 所以現在已經不流行那種就是 在那邊直接貼在紙上啊 以前有貼過啊 現在還是很喜歡 可是因為金錢的問題 時間的問題這樣 嗯 所以之後的上色那些也都是透過電腦來進行的嗎 嗯 我從啪哲啪哲之後就一直都是電會的彩稿 哦 哦 那就是你在做這些有沒有慣用的一些用具啊 工具什麼的 例如說可能要拿一支筆 就是沒有它不行這樣子 哦 哈哈 其實我內心一直有個聲音告訴我 君子不棄 不要被工具所束縛 所以我一直 其實我的適應力很強 就什麼都能畫 哦 嗯 那我想要請教一個 就在美學上面的 就是你每一個分鏡 你是用什麼樣的 就是你思考的模式是什麼 可以跟我們大家介紹一下 嗯我會先想說我最重要表達的東西是什麼 那我最重要的理念是什麼 然後經由哪一個角色的 個性 或者是他的特性去講這個東西 嗯 然後就給他比較多的鏡頭 OK 對 所以是先從人物的個性 來來開始來分做分鏡的工具 就是那一段戲我要表達最重要的東西 那我常會被一些枝尾末節去干擾啊 可是然後後來就會想一想說 欸不對啊 他只是個小配角 不應該給他這麼多東西 有時候會岔出去 然後又會回來 然後 所以我畫圖的時候 常常就是思考 想想想想想 然後 突然很兇猛我開始畫 哦 就是那種靈感 炸線的 沒有沒有 我是在腦袋裡面就建構 然後就是畫面上我先想好說 這裡是什麼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然後啪的一下把它畫完 哦 先在腦子裡面構圖 現在腦子裡面有像影片 就那一夜一夜 對 對對對 然後會不停的這樣晃動 哦 像賽律 腦袋裡面晃晃 對啊 那腦容量應該要很大 不然沒辦法做這種事情 對 所以你現在 你的記憶體是幾梯 哈哈哈 我希望有五梯才夠 OK 我知道 就是看了老師很多作品 都發現老師的背景 其實都還蠻貼合我們的生活 生活的那個 就是可能各個地方 就會發現 這個地方好像是哪裡哪裡這樣子 對 其實我很好奇 老師平常去取材啊 都會做什麼樣的事情 大部分是拍背景啦 對啊 就有在 就西門町啊之類的 就是希望一些大家可以 耳熟能想的地形這樣 可是新的作品就是想說 要 整個是幻想建構的 所以我就沒有去取真正的實境 那我就會找一些 比如說英國的學院啊 對 然後把它改成自己喜歡的樣子這樣 然後我發現Google地圖超好用 因為可以用那個詩的 而且角度它可以自己敲 哦 所以不用出國取材 就靠Google地圖 就可以很立體的場景出現了 Google地圖 讚 哈哈哈 好 那我們再也聽一首很讚的歌曲 馬上來聽一首也是老師推薦歌曲哦 庫洛魔法時第一期的片頭曲 Can't you catch me? 好 我們到翰林老師的這個部落格上面 參觀的時候呢 我啊 不是我們 哇 我發覺你們真的是 我還想 多彩多姿啊 你的人生真的是充滿了光彩還有色彩 因為我知道老師你自己本身也很喜歡Cosplay嘛 嗯嗯 對 你剛剛 但是你剛剛已經講到你現在創作上 你都需要5T的機器 你哪有這麼多時間來做那些服裝道具呢 都是你親自製作的對不對 嗯 對 因為我想說對角色愛我要在衣服上表現出來 認真的把角色衣服做出來 嗯 那你都利用什麼時間來做這些事情啊 其實是非常吃緊的 就是在簽名會前幾天才有辦法去買布啊 做衣服什麼的 當然假髮會先買啊 因為網路上訂購 怕會瘡掉所以就會先買 那那個衣服的話我 真的要就是在帶錢 有時候常常會是前一天才開始做 蛤 上來得及嗎 一天把它做完 有一次我就知道沒有睡覺直接去 哇塞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是哪一個角色 角色 上一次 沒有 是幫朋友做的時候 是做到通宵 然後直接拿衣服去 然後眼睛就抽腫 還不是自己的東西 幫那個柯莉老師 COSTA的女主角 因為我很就是很喜歡幫朋友 就是COSTA角色去幫他站台 然後幫她的簽名會可以增添一點風采 這樣 可是現在越來越忙沒有辦法 那道具呢 因為我覺得有些道具是很厲害的 也是你自己親手做的 對對對 鐵啊 銅啊那些 金屬那些你也都自己來 金屬其實如果全金屬的話 道具會太重 所以我們就是通常做道具 我們會講 把它輕一點的材質 例如說飛機木啊 然後我上次做的那把槍 就是用紙當底 然後我用那個黏土 黏土去把它加強了一下之後 用poly把它塗上去 OK 對 就是一些在學校學到的東西 如果想知道的人的話 可以上老師的部落格 看他還有寫製作方法 詳細的過程 對 就非常的不令 非常的大方 對 那我順便就問一下 這個老師的部落格 要怎麼關鍵詞是什麼 叫翰林遠 翰林就是我的 那個漢朝的翰 然後王玲玲 然後玉玲是一個 草字頭的玉玲 OK 其實很好記 因為就像某個出版社的 真的很好記 對 其實我媽媽幫我取名字 反正是希望我可以像 翰林大學士一樣 哦 不是很厲害 但因為字太難深 所以改成現在這個翰林 哦 伊伊那翰林老師你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cosplay部分 但是其實我有 仔細先看過你的漫畫 你上面畫的其實有一點 就是真的很cosplay的風 你是因為 先想說我想要cosplay 所以才把漫畫人物裡面的服裝 畫成那樣子嗎 難道你先畫設計筒嗎 這是新嗎 對 我媽還直接有這樣做 因為比較簡單 原來是媽媽 但是可是我覺得 因為你真的要想去考慮現實做的問題 有時候會把衣服畫得太簡單 我不想要因此的限制自己的發想之類的 所以其實都是先畫完之後再想辦法去把它做出來 然後都會怨恨當時的自己為什麼要畫成那樣 就一邊挨然後一邊把它做出來 那剛剛我們也有提到就是老師在blog上面分享了很多東西 不管是製作啊還是畫畫 甚至老師在教學上面也都是非常的盡心盡力 而且好大 超大方的 對啊對啊 真的都不怕被人家學走 然後變成另外一個漢林老師的分享 那老師在自己在教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你特殊的就是一些特別的教學方式 就讓大家比較好上手 我還蠻喜歡就是一針見血的說出對方盲點這件事情 就是我很喜歡去觀察人家就是畫的時候 為什麼他會想要那樣畫呢 為什麼他會想要畫這樣子的線呢 然後就會發現說 其實有很多東西它是被影響互相影響的 那我有時候會去找出這個點 例如說啦 有些人他會頭畫完以後就畫一個R字型的肩膀 就是這樣 可是他就很自然的畫下去 也沒有想為什麼 可是卻殊不知這樣會導致很多動作畫不出來 例如說你就不能舉手啦 對 你就變成只能在這裡這樣 動作就只能這樣 所以就是動作很多會畫不自然 那當他發現這個盲點的時候 之後的時候 他學會說不要再畫這樣子的東西 他就可以海闊天空的 盡情舞動他的雙手 對 那我想老師不僅是在這個 自己的私心的Cosplay 打扮裝扮自己上很用心 在創作還有教學上面 更是我覺得非常的慷慨大方 就跟大家一起來share 那我想在節目剩下的一點時間裡面 我也知道那個漢林老師最近有新作要推出是嗎 令人振奮的好消息 好這部新作的作品是 喜耀天是一個圍繞在雪花幫這個幫派裡面 然後女主角是前任幫主轉世投胎 變成一個可愛的美少女 這樣子的故事 然後希望帶領黑道 捨棄暴力用愛來統治世界 好跳動喔 黑道 這部新作是預計什麼時候推出 大概7月的時候會推出第三集這樣 好那我想我們的不僅我們 我們也我們很多聽眾朋友 大概也是等待老師的新作 已經等了很久了 少女們 好今天真的非常謝謝漢林老師 到我們的節目當中來 跟我們分享你的點點滴滴 還有你的創作 謝謝你再次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好最後我們來欣賞 也是老師推薦的一首好聽的動漫歌曲 好來自玩偶遊戲第二首的OP Uludora Relax 好 謝謝 請